好各位同学晚安 今天是礼拜三 看一下有没有老年痴呆 好礼拜三 礼拜三的七点半 我们先来今天做一下变化 因为有同学问到蛮多问题的 我想把问题分类一下 把比较有教育意涵的 可以做成一个小单元来单独讲解的 我就做一个七点半的小单元 我后续也许九点九点半 我再把后面两个问题 跟我昨天没有讲的正规单元 Tuesdays with Maury合并一下 这样比较不会全部砸在一起 我们稍微做一下归类整理 我昨天这一集同学 我随便跟同学抬杠聊聊天 也算解答问题 同学回应非常的 踊跃有四个回应 Alan Tsai讲感谢大事开示 果然是行阿来才有这般见解 我们成绩太低 无法参透人事布局这类议题 我不是什么行阿来 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个系统出来的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核盘拖出 如实禀告而已 感谢Alan Tsai 那EAA大师分别提了洗衣机的问题 中餐馆的酸甜脂的问题 这个我晚一点 跟Tuesdays with Maury一并作答 简单回答 比较有教育意涵的是 有关谢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 七个小时之前 可能EAA大师经过一夜 的这种突然发想 想到一个蛮有意义的问题就是 谢哥搭上老共飞弹演习变车 受邀上CNN专访的这个问题 那谢哥不见得一定都搭这次的变车 他时常露脸 那露脸其实也不错 增加国际人见度 但是他确实语言表达有一点点 我不能讲障碍 这样太伤人了 有点问题 我待会来讲他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这个比较有教育意涵 也许可以作为同学在英语学习 跟英语已经来不及学了 到了谢哥这种 比我大十几岁的谢哥这种年龄 跟这个位阶了 你想要改很难 而且也没有必要改了 因为他已经到那个外交部长的层级了 我讲你爱听不听随便 我反正就是代表国家的立场 但是受众会蛮困惑的 这样效果也不会很好 这种大外宣多半都会变成失败的大外宣 要不然就跟哲伦斯基一样 我从后到尾就用俄语 斯拉夫语系我的母语讲 你们自己去翻 我不管 那谢哥既然要用英文 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用 英语母语人士最能够懂 的表达方式来呈现会比较好 但我相信很难 我待会来讲解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有教育遗憾 因为刚好跟英语的学习 跟你学了多少 跟你的表现 是不是会有反差 我相信吴钊燮的谢哥的学历 应该不会太差 我也不过当了厄秘 在苏美代表处2001年到2004年左右 他2007年直接当代表 现在当外交部长了 我恶秘是很难去 去僭越我的很卑微的 这种本分去讲长官不对了 但是我为什么讲 我要把它当成小代言 原因是因为我跟谢哥也不熟 也不认识 年龄也差了十几岁 他读政大我读路关 八杆子打不上关系 可虽然都是党校 这样子 我是基于EAEA同学问 我们英文表达跟英文文字表达也好 在做大外宣这一块 为什么跟老共比起来就是差一节 这样子 说不定差好几节都有可能 当然表现不佳 确实表现不佳 剧本应该有套过 不套能看吗 你浪费人家的底片 你一直咔一直咔 那个也要钱 但是嘴唇在镜头前还是会发抖 有没有看到 EAEA大师果然火眼金睛 明察秋毫之末 他很明显 我待会会把我之前讲的蒋庭福 在接受美国的专访 我们联合国席次是不是不保 他本身是驻联合国的 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 人家问他排我纳斐案 这个呼声已经三宇欲来丰满楼 你会不会认为 你在联合国的席次席位 已经不是很稳 类似这个 我们看看蒋庭福的 是不是有相同的问题 我再以专业 Jagx Lacan 拉钢流我来解释 这个在语言学型上 是一个什么状况造成的 同学可以避免 如果大师我不是大师 可以上的话 效果肯定好上百倍 K.O 你想可能吗 轮得到我吗 我算哪根冲哪颗算 我来讲一下这个 现在时间开场6分钟 我们先来听一听 我把蒋庭福的这个部分 我之前讲过 我们打开来看 他跟蒋庭福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嘴型跟表情 好像讲话很困难 在学讲话一样的那种 现象会出现 这个对受众 包含我相信那个记者 看的都很难过了 你不要讲观众了 第二个是说 你的嘴型那么奇怪 表情跟 亏靠那么奇怪 我相信吴钊燮是用讲台语的亏靠 在讲英文 跟蒋庭福犯了问毛病一样 他是用讲中文的亏靠 在讲英文吧 所以那个面目会猙獰 要不然就是大舌头 要不然就是口齿不轻 那个问题很严重 我们来比对一下这个问题 蒋庭福的我讲过了 我们待会来做比对 我们先看谢哥 我把我自己的关小一点 那谢哥我相信他 开全萤幕好了 哎呦不能全萤幕 可以 谢哥我相信他 在上专访之前 即便是套招 他的稿 也应该找外交部里面的 比较稍微厉害一点的看过 还是搞得一塌糊 他那根本就是中文翻英文 很标准的中式英文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看跑马登 CNN CNN是反正是一个美国的 有线电视新闻网 比较很有名 全世界大概都蛮有名的 Cable News Network之类的 他的exclusive 他是独家专访 台湾 Foreign Minister 后面打了 这个叫 quotation mark 引号 是引用他讲的话 We are not scared of China 文法一点都没错 但是他并不是 我们不会被老共 恫吓 而就 产生惧怕的 那个怕 这两个怕 不是同一个怕 他直接抓来质疑了 我这怀疑是不是外交部有人给他用Google翻译的东西在翻 中文很奇怪 你只要一个字怕 什么怕都能用 惧怕 害怕 各种怕 英文不行 英文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选用的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他这个scare 是在国际上的惯例是大家会有黑人问号的 我不能讲不对 他不符合国际常规 我把它改一下 你如果连跑马登 标题都错成这个样子 你还要讲内容吗 我们待会来听就知道 更不要讲 大舌头 嘴巴巴抖 面目猙獰 好像哦 小学生在学讲话一样 那个 那个对 尤其是这种影像 虽然不是即时的影像 你是这种影像传播到透过CNN传播到很多地方去 大家看起来会难过 这样子 太激动 我先喝一下华达 泡的这个水 那我帮他改一下 这个外交部要打屁股啊 We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你要用 intimidated by China 那个是我们不会被中共的恫吓 在中共的恫吓之下妥协 我再讲一遍啦 你要简单讲 Koey We won't be intimidated by China 那个才是国际的用法 怎么会用scare 谢哥你真的啦 要来上课啦 打巴子 我们来听听看 大舌头出现了 我往前转一点 我希望不要卡住啊 刚刚因为有辞职 我按了暂停 等他整个跑完不辞职了 我再试试看 我们现在试试看 我刚刚跑了一下 我按play开始 我们来看 会不会辞职 会辞职 我再按一下暂停 那我比较奇怪 它是 We knew 为什么是 后面是用 Whenever We have Foreign friends Coming to visitors 我再猜 它是这样讲 可是为什么它用 We knew 不是用 We know 我们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 We know 不是We knew 这点比较怪一点 那 reactive battling 这个很奇怪啦 它为什么不用 over react 这个 我不知道它在讲什么 再听一遍 你看这个面目真理的样子 表示说它跟讲庭服有相同的毛病 人家会认为它可能有小中风 还是什么的 这个确实很怪啦 如果你是义愤填衣 要表现出粪盖的样子 你其实表情 因为你是外交部长 你不宜做太戏剧化的 演员型的 舞台剧型的 这种脸部剧烈的变化 不需要 你只要稍微严肃 像我这样很严肃 大概人家就知道你很严正 这个可以参考 这个访问的interviewer 他可以讲说 We all know that China always overreacted whenever we have friends comment over visiting 类似这样子 在听他讲 we have good friends coming to visit 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not dictate who can come and who cannot come and 这应该是中文啦 他dictate用的蛮好的 是说 啊 说三道四 还要听你啊 下指令 那个叫dictate 可是他后面用的不好 我帮他补充一下 他那个有点要中文直译啦 我帮他重讲啦 China is in no position to dictate who can and cannot come to visit us 这样子 好像有点迟字 我再按一下再聊 这个可能温度太高 我先对一下嘴型 好像有点慢 我按一下暂点 好 嘴型应该还好 我们听听看 吴钊燮怎么讲 我再讲一遍 我的比较符合 国际惯例的讲法 China is in no position to dictate who can and cannot come to visit us 好这样子 你听谢哥讲 他讲 who can come and who cannot come 为什么 who要重复呢 后面又讲了一句 拉哩拉扎的 我帮他重整 然后全部 一句就解决了 China is in no position to dictate who can and cannot come to visit us 这很简单吧 中国没有立场 来决定 谁可以访问我们 谁不能访问我们 我这样讲 才是符合国际惯例 不管他这个 唯一好的是 dictate用对了 他用中文的方式 who can come and who cannot come 谁能来谁不能来 他不是中文直接在翻了 所以把原来那个 dictate 在那边 以止气死 说三道四的这个 dictate用字用得很好 被他一搞 整个被毁灭掉了 这个整个句子 dictate这个字用得很好 就被毁灭掉 这就是中文中式英文可怕的地方吧 好 再来看 who can be our friend or who we should make friends with but what if China goes for 这个好像也是中文 who are our friends and who we can make friends with 这个好像中文词译啊 我觉得他这句都是多讲的 这句我完全听不懂 如果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他要讲说他 担心的是 简单一点 用惯用的讲法 what worries me is that 全世界都听得懂 他前面凝里咕咕讲一对 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 有没有看到谢哥好像小学生在演讲 摇头晃脑的 这个在英文里面是不应该的 那他讲了很多发音有音准上的问题 他把一些音撕掉了 Western Pacific 他那个Western那个term发不出来 还有蛮多的字我们再听听看 And what it is doing is upsett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Upset 我照他讲 先不管句子对不对 Upse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他那个stability也发不出来 有一个音节被吃掉了 再听一遍啊 The risks for Taiwan One is what China is doing is unarranted And what it is doing is upsett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it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那我是第一次听过 And the 好像中文的 The And 那个The不能发出来 因为那个后面没有接 K5E可以连的字 我们通常是And 它是And 然后可能想到中文的The 就And The 没有这种练法 Taina is upsetting Upset i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Western Pacific 西太平洋 那你讲西太平洋也要西太平洋地区嘛 应该是 Wester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它不能只讲一个 The West Pacific 后面就没有了 但是中文的概念西太平洋 以老美来讲 西太平洋地区 它后面要加一个地区会比较好了 Taiwan's foreign minister Josef Wu Taiwan's foreign minister China's war games are aimed at isolating this island Pelosi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ian to visit in 25 years Is Taiwan in more danger today than it was before Nancy Pelosi's visit? China has always been attracting Taiwan Four years 我是在听不懂 他是讲什么 他如果讲说 中国一直是一个威胁 有点辞职 我爱一下 再提一下 抱歉 好 嘴心对起来了 他应该用名词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reatening 这个用法很奇怪了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biggest threat 他有一个名词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biggest threat to 什么什么 你看他讲的很奇怪 他是用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reatening 他用现代分词 And it's getting more serious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it's getting more serious China has always been attracting Taiwan Four years And it's getting more serious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it's always been And it's getting 我不知道他讲 什么Four years 四年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那他讲说 后面接着是说 而且越来越严重 And it's getting more blazing 国际观念是用blazing blazing是肆无忌惮 它不是more serious 当然文法没有错 它不符合国际上对于 这个strat的讲法 我们讲是blazing threat 所以为什么讲前面要用名词 他前面那个threat 用现在分词 后面那个it到底要代表什么 前面没有名词给他代表 这个都是文法上面很不好的问题 讲了就听不太懂 我帮他改一改 看他蛮认真的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biggest threat to us 甚至你可以讲 And our neighboring countries 这会比较好吗 不只是对我们是最大的威胁 对我们的临近国家 也是最大的威胁 And 那因为你前面用了 has been the biggest threat 那这个threat the biggest threat 就可以当那个it 的先行词 And it is getting blazing blazing就是肆无忌惮 越来越目无王法 目无法忌 越来越 修操鬼 越来越 变本加厉的意思 他不是越严重 他这个变中文了 Being that way Whether Speaker Pelosi visit Taiwan or not The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against Taiwan has always been there What do you believe China's motivation is And do you think that their time 大家有没有看到 谢哥 一直在那边摇头晃脑 这个不是英文的习惯 而且很奇怪 这个可以待会观摩一下 讲停符的 那种 有点像颜面神经失调的 抽动 是很像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造成的 但同学如果要学英文 这种performance 要避免 我再听一下 他到底讲什么 Whether Speaker Pelosi visit Taiwan or not The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against Taiwan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it's always been that way Whether Speaker Pelosi visit Taiwan or not The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against Taiwan has always been there What do you believe China's motivation is And 他这个时代有点问题 那最好不要讲 Speaker Pelosi 因为Speaker Pelosi 是你在跟他做公务上往来的时候 比如说他是议长 之类的 你在会议期间 会期见到他 你要叫他的职称 现在不是啊 你可以叫他 Mers Pelosi 用Mers 就可以了 哇 有点迟字 好 按一下暂停 好 嘴心对起来了 那他应该是讲说 Whether Mers Pelosi visited Taiwan or not 他那个visited 因为已经访问过了 他为什么不加ED呢 你如果要把它当成一个现象 事实 命题来讲 也应该加S 如果你要现在是 visit 他这个没有这种观念就 会造成别人时空 时间逻辑的错乱 这个完全听不懂在干嘛 他讲得好高兴 我们听了一头雾水 这完全是中文吧 我从中文翻回来的话是 中国又宣称了南海的主权 又宣称了哪里的主权 这个宣称主权 他只用对了一个clan 按下在你实在是太卡了 好 看有没有在跑 好 不是 they clan the south china sea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宣称对南海的主权 那你主权跑到哪边去了 主权不讲 谁知道 你以为是 那个baggage clan 你在机场里面要去拿你的托育行李 去托育行李 那个叫baggage clan your clan your baggage 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 谢哥你在那边胡说八道 我爸爸改了 我们待会听一听 赶快转到奖廷府那一段去好了 听了我实在是很奇怪 China 或是我用他的 they they clan the sovereignty over South China Sea 那个sovereignty是主权 sovereignty 通常接over sovereignty over something 你可以讲说 they clan sovereignty over South China Sea 这个就一定听得懂 他就是clan 这个clan 那个 这个英文要打到重练 你以为要到机场去 拖育行李 再听一遍 我终于搞懂他讲什么了 那个不是motivation motivation China's motivation 他念成motivation当然听不懂吧 as I said earlier 他的翻译都很奇怪 在第一遍 是motivation is and do you think that their timeline has changed China's motivation as I said a little bit earlier is not going to end at Taiwan China's motivation as I said a little bit earlier 不用a little bit earlier 那个多出来的吧 as I said earlier就好了 你那个a little bit加进去干什么 is not to end Taiwan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讲到 因为主持人可能有问他说 is the timeline changed is the timeline changed 然后前面有讲到motivation motivation是他的 我们讲的 他的一种 企图心 类似这样子 Claim East China Sea Claim South China Sea They work very hard to go 你看 他就是我刚讲的中文词译 They claim China Sea They claim South China Sea 中国海 中国海在哪里 应该是来中国海吧 China Seas在哪里 可能有另外一种讲法 我们知道 但是我帮他跟着 没有错了 我没听错了 他执意了 They claim the sovereignty over South China Sea 这样子 Go into the Pacific the influence 你看他又来了 Go into the Pacific 他那个Pacific 发不出来 也不能直接讲太平洋 太平洋是the Pacific Ocean 他那个Ocean又不见了 我给你讲通篇 惨不忍睹 我只能这样讲 比秦刚还惨 这样子 我开一看时间 29分钟 我们再忍耐一下 再听一点好了 这不知道在胡说八道是什么 他的发音很奇怪 不是拉丁 拉丁美洲不是 拉丁美洲 它是拉丁美洲 但我们现在很少在用拉丁美洲 虽然我们外交部有拉丁美斯 但是那个是蒋庭福 那个年代留下来的 我们现在讲的 北美洲 中美洲 南美洲 North America Central America 他大概分这三个地方 他讲一个拉丁美洲 没有错 大家可能也听得懂 但他那个拉丁 那不是变成 你干脆直接讲 拉丁美洲 还快一点 那个四美语是拉丁美洲 那非洲的练法也不对吧 我听听他非洲怎么练 非洲应该是Africa 我不知道他怎么练的 听懂了 他们正在影响 那你那个应就不要再加码 我好像又持字了 再听一下 有吻合了 我听懂了 他那个East 东中国海 The clan South South China Sea 我从来帮他统整一下 The clan The sovereignty over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不是就结了吗 他一直在用中文的 规靠在讲吧 他们怎么样 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让我想起 阿叉 还没有得忧郁症 之前 登的那个 全版的 有时广告 里面写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吴钊燮 超刀的 怎么搞那种 重复重复的 中式英文很像 非常难 to go into the pacific their influence they work very hard 算你通过 to go into the pacific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你要讲 太平洋 太平洋也应该是 the pacific culture the pacific culture south asia and africa even africa是台语 因为 ca是脚的意思 dca missan 那个ca 他是不是用台语 在发音的 那个叫africa 他africa 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用台语在念英文 Latin America 他真的念Latin America 那个叫Latin America 而且比较不宜这样讲 他的大舌头很严重 多音节的字通通都会吞到两个音节以上 看看有没有恢复了 我看我讲到这边就好了 这边讲下去 可能电脑会烧掉 一直卡一直卡 It's unprecedented 他那个unprecedented 这是一个三四个音节以上的字 他连前面我们讲到的 Pacific Western 三个音节 两个音节的 他都处理不好 他这个unprecedented 就不要拿来当一个要讲的字 换字 他如果多音节的字会吃掉音节 就不要讲 否则真的听不懂 我们先不要看了 因为后面还有一堆错误 我相信文字的部分也有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文字的部分 因为他这个报纸里面刚好有文字 有引述的文字 你看这边还有错误 including by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China's threat to Taiwan is more serious than ever 你改改 China's threat to Taiwan is more blazing than ever 我要换掉这个serious这个字 But the island will stand firm to protect its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cluding by 前面根本就没有讲方法怎么会include in by 而且including是借系词 后面再接借系词 我都不知道在写什么 我看还有没有 在这边 这边有句子 China has always been 这边是他刚刚讲的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reatening Taiwan for years 应该改成 Taiwan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biggest threat to Taiwan for decade 他不是for years 已经好几十年了嘛 不是只有这几年嘛 and it's getting more serious in the last few years 这个文法也有问题啦 in the last few years 谁要用完成试 看不懂他写什么 Wu said Whether Speaker Pelosi visits 他刚刚没有念出来 可以用现代识 可以用过去试 不管他有没有来访 那应该用过去试会比较好 whether Mess Pelosi visited Taiwan or not the Chinese military military threat against Taiwan has always been 你看 has always been一直在套 there and that is the fact that we need to deal with 我都看不懂这什么意思 这边这个是我们刚刚讨论的 China cannot dictate to Taiwan 这个好像有人帮他论稿过 他刚刚是dictate直接接受试 who who can who can and who cannot China has no right to dictate to Taiwan 会比较好一点 我不想看了 我觉得头有点脏 憲哥我投降了 我们来看 结束前 看一下讲题符的好了 再跟憲哥的做一下比较 看他脸 嘴唇对起来了 看一下这一段喽 精彩片段要出现了 有不看到,是不是跟谢哥刚刚的脸的表情了一样 I've said that 有不看到斯牙烈嘴 好像在拌兵两个 这个在国际上很不礼貌,从蒋庭福就开始做错误示范 但我认为已经隔了我们退出联合国那个时候 到现在四五十年也应该有了吧 这个习惯还有我认为不应该,我表示我们没有进步 谢哥当然很努力了 他很想把我们的国际形象 能够做到 在国际社会发生,都能够看到我们 可是他的呈现方式跟蒋庭福没什么了解 英文确实要大修了 所以我在那边开放外交部 谢哥如果利用闲暇之余 你有空要上课,我可以给你打八折 看在长官部署 虽然没有同个时间在驻美代表处的份上 听说读协议你都要崇尚了,那外交部北美师的 其他的诗我不管啦,你要讲什么台式英文非式英文,你自己去乱讲 派美国的,尤其是你要派华府的,你麻烦来上一家课啦 你讲你是要外派的,我给你打折啦 国防部就不必理他们了,老邱那个派哪边,派非洲人家都听不懂在搞什么 这样子,老邱真的派过南非五官了 好,希望能够解答同学的问题 那蒋庭福的这种,我们希望不要再看到了 我希望有解答到EAA同学有关谢哥的这个部分 那我只是 有教育意还,我刚刚讲的也许我也讲错了也不一定 我是想到哪讲到哪 那有讲错了,同学自行更正啦 我是讲一个教育意涵上面不应该施压列子 多英杰的字你知道自己念的不清不楚 避开嘛,换字都可以嘛 然后文法错误很严重 第二个中式英文很严重 所以这个稿如果是你自己写的 你有找人论过稿,谁帮你论稿的 应该抓出来,该开除开除 根本不符合国际惯例吧 我刚刚讲的好多了,那个clan就用错了吧 然后有很多的dictate 这个字还很不错的,被你用也用错了 很多啦 这样子 我不想仔细看了,头已经在痛了 好,希望有 伯俊一笑啦 差个打混啦 有一点点教育意涵 就是 我刚刚讲的,你不要施压列子 好好地讲 这样子效果会比较好 感谢同学晚安 我们晚一点再回到 Tuesdays with more 感谢同学 待会见 是